窃贼真的很大胆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闯空门 苗栗一名小偷宛如有软骨弓 他从大门上的气窗翻身打开喇叭锁 闯进屋里单箱倒柜 当时屋主的女儿在二楼听到有怪声 发现是窃贼之后吓得躲进房里 传简讯跟爸爸求救 警方获报之后会同里长前来抓人 但是嫌犯早就逃逸无踪了 目前警方已经锁定了特定对象 追弃这名窃贼 打开仔细看有一个人也 整个人翻过气窗 原来是大阪窃贼闯空门 整个人向软骨钩挤进小气窗 翻下身打开喇叭锁 接着从外面进到屋内宛如特计 星期前他还不忘先看看有没有人 他在我妈房间翻东西 当时念大一的屋主女儿 在二楼听到楼下有动静 一看发现是小偷吓得躲进房里 传简讯跟爸爸求救 我问你去写说他在我门口怎么办 怎么办救命 警方获报跟着里长来抓贼 就怕小偷挟持人质 不敢轻举妄斗 上楼后发现屋主女儿平安无事 这时的嫌犯也没有偷到东西 早已逃离现场 看到他不是说哭了吗 就一直发动 今天援警分析过滤 掌握一名窃性通缉犯 涉有重嫌 事发在苗栗欲为路上的知乎民宅 窃贼闯空门 好在屋主女儿激紧 马上报警求救 屋主一家也没有任何财损 接着张新杰苗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上频道